這遊戲叫安杜瑪 烈烏斯 那好像是所羅門 72柱的魔神之一 之一的名字 那不用講啦 這遊戲看起來就是恐怖遊戲 這是你的第一碗 很正常的家 這視角 這移動的視角好像會讓我暈欸 他公寓冷冷清清的 這不知道是壁畫還是他的 那個電視牆 我看到我想要做什麼了 應該是要看紙條 對 現在是很久了 我看到是幾個星人 那是太陽 這麼早就應該會看到 還有一個星人 在哪裡 我看到在哪裡 這裡塞嘴巴 開穴 它是屁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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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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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什麼事要做 有人按電鈴 什麼沒有人啊 他一個人搬進這麼奇怪的公寓裡面 那晚上都還會有人 來敲門按電鈴 結果一打開 什麼都沒有 嚇死誰啊 這公應該不會就只有他一個人住吧 不是啊重點是 他按電鈴讓我出來 然後 沒有人 是理所當然的嘛 3級片的套路 但是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啊 他剛剛 尾波爐在烤東西吧 然後門關起來 電視打開了 關鍵是 關鍵是 睡覺 因為儲藏室開門的 這不是儲藏室這是 浴室 對 說明天丼 說明天丼 打開了 現在還是一瞬 這不是 又是 我被毒死在這一棟公寓裡了 好像有人在敲牆壁 我被毒死在這棟公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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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毒死了 哇靠 整個鐘神弄鬼了 蛤? 一小時該不會再做夢吧 你肚子餓的去烤你的披薩來吃 這是個很奇怪的遊戲 它會有一些突發狀況 讓你意想不到 我整個房間的色調都變了 但是我還是不曉得我 我的目的是什麼 門又開了 只要我達成一些觸發條件的話 它就會有相對應的動作 前面好像有東西了 你知道這張公寓有很多很詭異的地方 不要說它在這種 房屋的設計 格局 它沒有上下樓梯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 它是真的被困死在這一層樓的 然後我突然就不動了 前面有什麼東西被拖進去 這不就是我家嗎 手機沒電了也不充 它要放給電腦當機到什麼時候 好可怕喔 哎呀 多一條路了 什麼一個迴圈 一個迴圈之後 我又回到他媽自己的房間來了 哎如果沒有這個手電筒 我他媽的真的什麼都看不到了 哎唷 啊不對 我是從這邊來的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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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翻了 你知道這很像什麼嗎 像微波爐 人就在微波爐裡面 整個螢幕被 被烤著 然後過不久以後 我就變成微波人肉了 這是什麼他們家他爸爸握兵在床 的意思嗎 他有一些東西沒什麼批用 每次他關門以後我就知道他會有新的場景出現 他媽的你又要幹什麼了 他媽的你又要幹什麼了 這很像是 你又要幹什麼 你又要幹什麼 這很像也要幹什麼 你又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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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了喔不想玩了 這遊戲好詭異啊 7分1整個詭譎 這次自看的比較清楚了 他電腦依舊是20%壞掉的狀態 這邊是不是多一個通道了 唉唷 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也不是要追我啊 我想說他是不是要追我 我就過去給他看一下 結果他消失了 不見蹤影 然後就變成一本道 唉唷 音樂變了 音樂變了 哇 這是什麼啊 邪教嗎 這是邪教的劇情遊戲 謝謝 我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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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幾乎沒有東西可以按了 多了一點露營袋 後面有個什麼窩個小在看著我 誒 什麼他突然出現在我眼前 就...剋靠擠森以後他就不見了 我的工藝變成... Rebecca made up 想當然啊 如果有一個墓穴在前面 理所當然 我會往下跳 不用懷疑 我好像被困在一個很奇怪的鬼地方 這遊戲太破碎了吧 走意識流嗎 要我自己領悟這個遊戲 到底在衝他小 他要嘛是在那個洗手間要嘛就是在他自己的房間 只要房間門一關起來我就知道了觸發事件 顯然沒有 不是這兩間 衝阿小 走廊變了 而且有一道門自己打開了 那這邊這條路我可以省省時間不用過去了 什麼啊 喔 喔 全都沒有反應 全都沒有反應 他就知道往前走 什麼這條路沒有什麼意義啊 除了剛剛那個門有自己打開以外 我就陷入迴圈之中了 我跟你們賭100%這個遊戲 那主角一定就是一個瘋子 心裡有病的瘋子 叫什麼啊 就精神分裂症 他看到的如果不是幻覺就是陷入他的夢境之中 不管是哪一個都可以啊 就是不要這樣子一直卡嗎 哎 爸爸 我現在沒什麼事件的 我現在沒什麼事件的 會不會是走廊上面有什麼東西我沒有觸發到 我又回到自己以前的家來了 他尋找他以前的回憶 轉暗掉了 我真的是撒亂叫 那十字架是倒的 樓上有一個咯咯咯咯咯的聲音 然後又不見了 突然間衝上來我的媽 害我毛了一下 現在咧又要幹什麼了 那女鬼跟主角到底是什麼關係啊 答案是沒關係 那現在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走回頭路了 也不對他到底要我去哪裡 又回來了 一切又回歸正常 然後 天花板上面的那個 那個空調蓋被打開了 除此之外 沒有什麼變化 我又回到自己的公寓了 好高聽 我又回到自己的一位 今下車子 哪一位 我選擇 有少爺 多了一個出口 這才像樣 所以他之前都是幻覺 現在回到了真實的世界 然後 他電腦關機 沒什麼意義 那個電腦裝置到底都沒什麼意義 然後本來沒電的手機 現在他姐姐傳訊息來說 擔心他 我回到 我又回到這裡家了 啊不是回到現實來了嗎 靠北喔 這又是哪裡啊 要開車嗎 車我不能開啊 欸可以耶 他是開車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來嗎 誰啊 誰上吊了 上吊了 不知道是誰 然後又把主角推下樓 我又在做夢了 我又在做夢了 是嗎 欸 真的耶 他又從自己的公寓醒來了 不用我動了 不用我動了 現在是主角自己動 現在是主角自己動 我躺在地上抽動 我躺在地上抽動 然後兩個人隔著一個窗子 觀察我的那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意思就是我他媽真的是精神病 然後那個地方是我的精神病房 然後沒有什麼然後啦 他媽的我就是一直陷在自己的幻覺之中 然後被其他不知道是專業的醫護人員 或者是研究員 他在觀察我的那個言行 不知道我有什麼過去的 然後也不知道 後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只知道 唯一可以清楚的就是 主角最後倒在地上出去 一切好像就在其他人為的控制之中 有點太意識流 我實在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劇情 但是我想啦 應該如我所說的他的劇情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處於被觀察狀態的 那個精神病患者 那他所做的一切自然就沒什麼意義了 所以 所以也沒什麼就是一個 這個 略有驚嚇的恐怖遊戲 大概就是這樣子 很短 這個故事很短 然後這款遊戲 要賣100多塊 如果不是我特價的時候買的話 這款遊戲 我建議 去Youtube看人家玩就好 因為他是屬於一本道的劇情 他沒有任何分支 也沒有很詳盡的那個劇情 比如說紙條什麼 一個小幫你補完這個世界 一個沒有 這就是一直走 一直遭遇事件 一直看到幻覺 看到一些不明所謂的東西 整個流程我玩下來的話 可能不到半個小時吧我在想 如果你馬上買馬上玩 然後半個小時 你在破關看完這個遊戲的劇情 我想 退費是來得及的 不過我買一段時間呢 我也沒想過要退費 大概就這個樣子 所以 嗯 所以沒有其他所以啦 那這款遊戲就玩到 這邊為止 下次我們再找其他遊戲來玩 這是一個 恐懼的故事 安妒馬利歐斯 好吧 沒有什麼可以講的了 就一個小品遊戲而已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